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來,台灣別裝受害者 聽到了嗎? 嘿,來,台灣別裝受害者,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北京人,40歲,能聽到是吧? 可以,來,40歲,北京的網友,來,北京這位朋友,你好,你想說什麼? 我就剛才聽到那個是張毅的一位台灣網友吧 蛤?不是啊,他是濁水溪的,髒話了 髒話?不好意思 沒事,剛才聽到他幾個問題的話 剛才柳杰克你也做了很多的回答 但是呢,我其實還想補充幾點啊 就是對於現在這個大陸一國兩制政策的幾點 然後二一點來講的話,就是我很想講一講 台灣對大陸現在實實在在的這個威脅 那我先說一下這個就是一國兩制政策本身來講的話 其實一國兩制政策的話 如果從香港的經驗上來看的話 因為香港本身的這個制度沒有台灣這麼完善 因為香港的這個比例在表製 而且他們沒有任何的政治經驗 並不如台灣現在的這個一人一票的全面民主 說白了,這種經驗沒有台灣要好 所以我覺得台灣其實本身制度屬於 就對比香港來講的話,肯定還是成熟的多 另一方面呢,我覺得主要是台灣現在是搞民粹 然後導致這個議會失能 這個現在是台灣的主要問題 然後另一方面這個民粹是怎麼來呢 是靠騙的 就是說言論自由度過高 然後導致了這個謊言 比如說台灣到處都是 對吧,說白了 這個台灣是全球假新聞第一名 這點來講的話 已經是被很多的第三方機構 又不是我們大陸做的 對吧 你們就是出假新聞 那這個等於其實來講的話 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 應該說是其實是一種威脅 不能搞這麼多那什麼 然後好了 你依靠這種靠騙,靠搞民粹 然後讓議會失能 搞出那種四大公投那樣的 很愚蠢的這種政治行為 我認為這個是台灣民主 如果我們未來統一一國兩制 可能是需要改進的問題 這是一個台灣本身制度 我認為有進步的空間 那麼另一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那肯定是要去台獨化 這肯定是大陸必須干涉的一件事情 對吧 去台獨化 去台獨化不是說讓你思潮去那什麼 無非就是控制媒體 媒體你就不許說台獨的事 你自己願意想想 自己願意想想 你自己只要不做出這樣相關的事情 你說你思潮 我回家想 天天我掛國民黨 掛著台灣獨立的綠旗子 你天天跟家自給你 那沒人管你 你只要不如於具體的行為 搞暴動或者說是搞媒體 其實也沒人管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這樣 在政治方面 那如果要是從經濟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從現在一帶一路市場 還有包括你們想做沒太做成的這個新向南政策來講的話 新南向 新南向 無所謂了 意思是一樣的 這個新南向政策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真的是有大陸的參與的話 其實反而會好一些 因為大陸本身有一帶一路的市場 然後和東盟的關係也不錯 而且東盟其實對於台灣的問題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安全擔憂 這是本地區最大的安全擔憂 不用想 對不對 就作為現在台灣的 如果你真正和平統一了 大家都沒有這個擔憂的話 我認為對於市場上來講 本身還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包括國際資本的信心等等的這些問題 我都不用挨個說 然後如果說更直接一點的話 你們的軍費不用花了 而且都是高價買的這些武器都沒有意義 所以如果要是這些情況下的話 其實從台灣無論是從經濟上 還是從政治上來講的話 我認為改變都不會太大 好也不會好到哪去 因為你脫離了 因為現在第三世界市場 就南方國家市場的增長率 比你們傳統的 就比如台灣傳統的西方國家市場 增長率要快 所以能好一點 但是談不上說 有巨大的改變 那巨大的改變 還不如說你把軍費削減了 改善民生 這個改善更大一些 是吧 OK 那麼我說到了剛才 這幾個就是我認為在 我猜測吧 在一國兩制後 會對台灣造成的一些改變 那我現在要說台灣的威脅問題 我先說吧 你說台灣對大陸有哪些威脅 是不是 對 你現在 好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機構 在台灣有沒有主點 嗯 有沒有教官 嗯 美國制裁你們台灣有沒有加入 嗯 所有的這些那個就是 台灣所有的領導人 是不是都要去美國面試 嗯 真還是假 對吧 都是真的 嗯 那好了 那無論你從任何一個角度上來講 台灣是美國的傀儡政權 嗯 而且你回中文 嗯 所有的大陸上的網路大量的1450網上攻擊 都是來自於台灣 嗯 都有什麼樣的公司來 都有什麼樣的公司承接什麼樣的內容 有些資金來自於 多數資金應該是來自於美國 嗯 對不對 嗯 一些東西都 這些東西我們不用當什麼情報員 就從這些 如果自己願意調查的話 都可以調查得出來 嗯 你自己頻道裡就有 對不對 嗯 那麼 包括你們收留這個 烏爾開西 我不知道王丹還在不在 王丹在美國了 嗯 王丹不在是吧 嗯 那 包括烏爾開西 還有香港的那叫啥來的 我忘了啊 嗯 反正有幾個 那他們都公開的去直接攻擊中國政治 嗯 那麼另一方面來講的話 還有包括你們的這些 呃 所謂的這些民主基金會 所有的這些那些進攻 要說白了對中國情報機構最容易的 尤其是網上收集來講的話 台灣是最容易的 嗯 因為我們都是懂漢語 美國漢語人才根本不夠 中央情報局招都招不過來 嗯 對吧 嗯 那這些攻擊是不是實實在幹 現在就在幹 嗯 嗯 對吧 那那這些都是對於大陸 指 就是非常直接的 安全威脅 嗯 那麼還有包括 那倒就甭說台灣這個 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 基本上就等於貼在這個 大陸的這個 臉上 嗯 我不想談太多的 哎呦 我們說這個 呃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我們民族的這些這個共同點 我都不想太多的談這些問題 嗯 我希望就是從利益講利益 即便是中國人無非 我們也就是共同的語言工具 能讓我們交流起來更順暢一些 嗯 但是你說有些意識形態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也 喂 哈囉哈囉 是你斷了 我以為我斷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我斷了 幹他媽的氣死了 對不起啊 我們重來我們重來 我們剛講到那個 你說不管怎麼樣 就是他台灣是對這個大陸很大的威脅了 然後 呃 反正就是什麼CIA啊什麼那些都在台灣 好 好 你繼續 OK 那剛才講到就是政治談判 你們現在台灣也沒有人談 對 沒有 對吧 也沒有人 真的真的沒有 那換句話講 現在說到底的話 我們就是以我自己的這種 嗯 調查來講的話 台灣基本就是一個很純粹的 傀儡政權 嗯 比起20年前的話 自治程度其實有所下降 嗯 真的 那如果要到這種情況的話 比20年前我們台灣的自治程度 就是更更主權獨立的程度 有所下降就對了 嗯 嗯 就是這樣 嗯 那你這個 那你現在等於是我們看到的台灣是越來越不自治 越來越不能自理 嗯 越來越成為美國的傀儡 嗯 那可能這一次的這個大選 嗯 中共可能會更希望再來再看一看啊 嗯 當然也要等也要等美國大選 嗯 那如果要如果要還是這種樣子去進行下去的話 嗯 那可能現在就是原來一個不緊急的問題 變成了一個緊急的問題 對 因為你們的安全威脅 對 提高了 對 對吧 因為美國人會會要盡量抓抓更多的派 尤其是拜登他喜歡的多拉盟友 嗯 對吧 那在這個盟友裡面的話 真正對這個中國是有實在威脅的 有進攻性的 那絕對其實本身就台灣的這種 嗯 特性吧 對吧 我們畢竟是同一民族同一個語言工具 嗯 肯定更好用 嗯 所以現在的難點就是在於 我覺得台灣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啊 還是被這個就是台灣內部的媒體 因為這些媒體咱們這次以色列的事情都看了 全他媽的是被控制了想都不用想 對 對 把你們都洗成了自己老覺得是受害者 感覺到大陸是加害著 其實大陸這麼多年對台灣有什麼實際加害了嗎 嗯 沒有啊 根本就沒有加害過台灣一絲一毫啊 那你說在你的網上裡邊罵這個綠蛙是傻瓜的 也都是小粉紅大陸那什麼的 嗯 但是 大陸的微博知乎等等的這些平台 絕對是有組織了 嗯 想查都沒查得到 嗯 對吧 那都是那說到底的話 上原上游的這個資金來源是哪 嗯 各種NGO對吧 還有什麼東西 那就不太清楚了 這個我們是不可能知道的 嗯 那現在這個情況就是台灣在天天威脅大陸 嗯 然後大陸的話在做出任何情況的話 老百姓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自以為是受害者 但其實不知道真正的加害者是誰 嗯 真正的加害者其實是美國要讓中國人殺中國人 嗯 那這個問題現在我不知道怎麼解 能不能台灣自己有沒有解科解的這種可能性 嗯 我現在有點看不太出來 很失望很悲觀 嗯 因為你的總統候選人 美國人看不上 美國人就不會 嗯 這些人都是在美國上學 這幫人從在上學的時候就被CIA接觸的 嗯 老老路了好吧 嗯 所以說 所以說我覺得可能最終還得接受現實 但是我覺得應該在至少在台灣內部民意上 多多宣傳 嗯 現在實際的情況是什麼 不要把這件事情髒水都推到大陸身上 不要推到這個中共當局身上 嗯 實際上這裡面美國人在裡面起的具體作用 嗯 實在太多了點了 嗯 我就不想再繼續多說這件事了 好 OK 好 非常謝謝你啊 謝謝這位北京的朋友 謝謝你的分享啊 OK 好 謝謝 拜拜 好 來 下一位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還不加入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